春雨下不够 新竹地区水库蓄水量逐渐下降 水情转为吃紧 由绿灯转为黄灯 宝山和宝二水库目前蓄水率是30%和39% 加起来不到1400万吨 除了石门和永和山水库支援水量提高阴影 民生用水也实施夜间减压供水 土石露出水线逐渐下滩 春雨下不够 宝山和宝二水库蓄水率下降 水情吃紧 已从绿灯转为减压供水的黄灯 目前的一个宝山跟宝二水库的 累计的两个水库累计的蓄水量 是差不多1400万吨 然后蓄水率差不多在38%左右 为了让水库的水源能够持续 延长稳定供水 那我们从桃园的部分 每天支援到新竹的水量 也由平常的每天8万吨 现在目前提升到接近18万吨 然后永和山的部分 从平常的1万吨提升到3万吨 新竹地区用水靠宝山和宝二水库来供应 目前蓄水率分别是30%和39% 加起来不到1400万吨蓄水率偏低 因此石门水库支援水量 从每天8万吨提高到近18万吨 永和山水库支援也从1万吨提升到3万吨 并启用37口备用水井 每天增加3万吨的地下水量 上周六封面到来降雨约带来60万吨水 能供应2到3天用量 离5月讯起仅剩2周 人带证与舒缓 这水晴能够持续稳定供水下去 目前民生用水从晚上10点到早上6点 共8小时实施夜间减压供水 工业自主节水也从原先5%改为强制节水 每天可省下1万吨水量 呼吁民众节约用水共度缺水危机